Diamond Mini Vlog 出发出发去成都咯 这个飞机餐鱼香肉丝面还是很不错的 去的那几天成都的天气真的很不错 这次去成都主要是要聊一个工作 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呢 欢迎带送绿林成都 在车上光超好 愁眉一下吧 这个绝对是百万海报设计 成都真是到处都能看到熊猫元素 哇那天的天空真的很密 聊完事以后就去打卡这个熊猫的大屏了 就是说这个大屏的时间能不能加长一点 我真的很自自不倦感觉等了几百次 没事 我的脸黑不重要 看得见熊猫就行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准备去看熊猫 非常的养生 再早起来都要吃早饭喝咖啡 此时这个女人还没醒 但是喝咖啡很讲究 我还得吹几口 怕烫 这一下子就清醒了 好了好了因为太早起床就不化妆了 戴个墨镜出发 看一下OOTD啊 为了去看熊猫特地搭配的 今天是熊猫戏 来大家看看这个外边的天 完全是没有亮的程度 到了到了 好激动 啊花花 好可爱呀 大家看一下我们到那儿 已经在排队的人们 勤劳的人们在说话呀 这死 好了开圆了 一开圆大家就是白米赛跑 不出意外 这个熊猫人也加入了战场 这个 就是不知道他是在进走 还是在跑步 哎呀 哎呀 熊猫 被我看到了 这个就是荷叶和荷花啦 我们荷叶真的很nice 整个熊都露在外面 在那儿吃猪叶 换个角度 欣赏一下荷叶的美颜 啊好可爱 哎呀 融化了 太可爱了 这个被主演挡住的就是花花了 不过试了很多角度 都只能拍到它 这么露半个小头的样子 但是听说能见到荷叶和花 已经很幸运啦 Lucky 我路过了战姐的相机 还试图想从他们的相机里 看到花花 失败了 接下来就去看看其他的大熊猫们不啊 因为园区很大所以逛的累了可以去买一个咖啡切切 咦 怎么戴安娜在这儿呢 怎么回事戴安娜 啊 这个熊很可爱 吃着吃着发呆了 接下来的画面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一下 青团预警 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下文书院 逛完以后在茶室喝了茶吃了茶点 真的挺不错的 真的挺不错的 内心很平静 还请了一个这样子金色的香灰琉璃手串 很米 喜欢喜欢 晚上就去了小吃街 这个烤奶 嗯 真的挺不错的 我爱了 就是点甜 吃了一点小吃 就结束一天的行程啦 准备回上海了 拜拜成都 我说你们成都粉丝真的很有创意 好啦 谢谢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